台北市从宣布疫情三级警戒至今已满月 在没有采取应封城的管制下 民生经济维持一定水平 疫情也慢慢控制下来 台北市长克文哲对于市政团队的自评 直言就纯粹防护而言表现良好 如果纯粹用防护 坦白讲我想还是表现很好 就是说双北 因为我们也没有采用那种什么硬封城 还是让民生经济可以维持在一定程度下 让疫情慢慢控制下来 当然坦白讲一开始还是有点粉断 像我每次想到说5月24号5月25号 一天有三十几期救护车在马路上找不到医院可以送病人进去 那真的是很危险 不过现在大概整个医疗量能 还有防御旅馆这些战线建立 现在就是倒过来现在开始大会战大概结束了 现在就是怎么消灭那个散在各地的游击队 这个所以三级警戒要不要解除 我想是这样还是按照科学标准 以前是说连续几天超过几例 三级警戒 让它倒过来 如果连续几天都少于一百个 连续14天少于一百个 那才可以解除三级 但是现在看起来比较麻烦的是这样 因为台湾你知道实在是真的是同岛一命 因为不管透过高铁还是高速公路 根本就是连在一起 所以好像这也不是台北的问题 就是说你要三级警戒要全台湾一起移动 从医疗量能不足到快速扩充 民众配合少出门 疫情控制在补报针之下 柯文哲表示大会战已经结束 现阶段要想办法解决散布各地的零散热点 至于三级警戒何时解除 他表示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